綠色的是從乾裂膽管或膽囊出來的 表示這個膽汁的分泌還算正常 那深顏色這個深咖啡的應該是從乾裂膽管裡面出來 阻塞在乾裂膽管那些枝尾末節的地方 然後累積壓縮經過排泄道出來的 這個比較微細深咖啡色的應該是從乾裂膽管出來的 那這些從哪邊可以判斷 就是說從不規則的形狀 然後一粒粒顆粒比較微細的是乾裂膽管出來 那至於它有混雜一些綠色 也有可能是一樣躲在乾裂膽管裡面 或者是到乾裂膽管到總膽管之間 出來的一些結石的前期物 你剛剛說好像這個可能是有 對另外這個有可能是 就是以這樣的判斷有可能是有接近乾硬化 或者已經乾鹽的程度 才會產生這樣的顏色比較深的情況 因為乾裂膽管這些通路絕管已經被阻塞到一個程度 所以非常有可能是至少是脂肪鋼到乾鹽的情況 那這個像這個這綠色的是可能是什麼 綠色沒有 它只是綠色沒有 對沒有 因為看起來很大顆 對 那像是一粒粒很圓的 顏色有點深 表示它在膽囊裡面的時間有點長久 那已經累積到一個程度 相對來講可能有點硬度 那至於旁邊這個是屬於殘渣的部分 那這些將近鵝卵石狀的石頭 如果時間累積久 它就有可能會成為真正的結石 那時候的硬度跟它的顏色可能就會再增加 所以這是從乾裡面出來的 對 從膽囊 從膽囊出來的 OK 那這一個應該裡面有一些細細的綠色或深綠色的是 應該是從膽囊出來的 那很明顯這些是屬於 看起來像食物殘渣的東西 那表示它沒有被消化吸收環狀 消化不好 這個數量比較少 那可能一開始初期排的人 或者 初期排的人 或者說 它到第二次第三次以後量才會出來 所以這是屬於 可能第一次排的量還沒有出來的情況 那如果第二次第三次 它量就會出來 就有點像土石流 剛開始從山下滾加的東西 一般是比較少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學 這個學院反應 它是整顆的 應該是有玻璃 有整塊玻璃 出來的 那這個綠色 顏色 表示呢 它的膽汁的分泌是相對是比較正常的 但是這是透過擠壓而成的 那這顏色沒有很深 應該是 時間還不是太長 那旁邊這個顏色略深了 會比較長 那它這個主要是膽固醇 就要附一層泥沙狀 所以如果它時間久就可以成做泥沙狀的結石 那至於比較小顆的也可能是干液膽管 或是膽管那邊出來的 那這顏色已經比較深了 如果它可能經過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以後就可能成為真正的結石 那這時候排出來 對它之後罹患這相關的問題的機率就大幅的降低了 可以講一下我的嗎 剛剛有一個說偏頭痛的是這個嗎 對 不是 偏頭痛是哪一個 樹鏈是這個 哪一個 它顏色比較深 這個是 這個是偏頭痛 這個學員呢是第三次參加 當它第一次參加以後 它的偏頭痛問題就大幅的緩解 當天就緩解 我們應該可以做初步判斷 就是跟中醫的膽筋的分佈的位置 在頭的部分圍繞相當多 所以當它這些經過的第一次結石的排除 這些毒素的排除以後 它整個經過膽道就可能鬆弛 所以它的頭痛的症狀就緩解掉了 一直到今天都維持沒有這個頭痛的症狀 大姐 這個是我的 幫我講一下我的 這個學員應該有一大部分已經被沖掉 沒有接起來 對我沒有接到 但是這個石頭已經有一點顏色了 你剛剛看到那個大塊綠色要深 表示它時間有點長久了 嗯哼有點長久 那根據我們的經驗 這應該到稍晚一點 還有很多的類似的這個 結石的前級或毒素會再排出來 這個差不多 這跟你差不多 它數量比較小顆 OK 好的 謝謝 那個顏色有點照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它可能也會有色差的問題 沒有關係 這個應該是綠色的 可是它照出來是 不過你在網路上 在你的電腦螢幕看 可能就比較準 不曉得 不曉得 這個就不曉得 因為每個螢幕的顏色也不太一樣 OK 好 謝謝 謝謝 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